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总是无书喝就不想喝喝的 哎呀,怎么了这事到底啊 我自己也忙 你问我打算怎么办 你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呢 我既然给不了个幸福 那我就选择突出 自从我在公司被发飞到洗手间工作 我一直刻意躲了 但是是一月份 你们公司重新重要点 是重新重要我 这事多亏了月份 要不这事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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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须得回去 咬一小子 走 别刷 别刷了 别刷了 你干啥 这现在咱们怎么在这呆 张国还誓言呢 这么大个事 他把他爹当猴子给耍了 我心难受 我心不得劲了 老头大 你消消气 我消什么气了你消气了 你干啥家伙子 你让我怎么消气 我怎么消气了 小多雅那孩子肯定有难处 有什么难处 理解你了 什么难处你说呀 我怎么理解呀 就是那个 前两天吧 我也心得活 我这用啥呢 后来我想一下事来 给咱们老家有个令 就是女的活运头三个月 瞒着 瞒着 谁也不能告诉 就是告诉别人吧 这孩子吧 就是不好养活 小多是不是用这个事 瞒着咱俩人 这个爹妈也不能让我吗 谁定那规矩 你别老子定那规矩 这个规矩那规矩 到现在你还向小多说话 你还得孝顺 孝什么顺呢 孝顺把这么大事都不告诉爹 你也不告诉她吗 啊 她能吗 可能吗 你还替得瞒 小多现在来到北京 失忧了一点 什么事还是会撒谎 你说这 这谁谁你 我现在我的 以前我就想问了 我现在我就想问你一句话 小多到底是不是我失忧了 我就想知道这一件事 你说什么 你再给我说一遍 谁呢 张永康 你把方才那话 你再给我从我一遍 你再说一遍呢 我跟你过半辈子了 我傻话都听你 我傻都可以忍你 咱们家都理事了 我说了算 你说二我不敢说三 你说十我不说五 你瞅瞅 你说小多不是你孩子 你是不是选择你了 你是不是选择你 你别拿着我说话呀 你别拿着我 你别拿着你 小多不是你孩子 谁让你说小多不是你孩子 你是不是选择你了 别闹了 是咋的了 咋咋的了 我脚里疼了 不是 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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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说错了 你别 我说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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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你自己的植物 你始终一样 应该是错了 我说错了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你干嘛呀 这么晚了 上班迟到了 快点快点 赶快啊 快点快点 你还是睡着的时候比较可爱 我告诉你 哎呀 哎 走了 走了吗 急干嘛呀 不急了 你就说在楼下碰到的呀 这也太巧了 那怎么办 要不你先上去 等十分钟 我再上去 那你会迟到的 那怎么办 来 干嘛 猜人呢 行 一二三走 干杯 三句两肆 这么赖你 这怎么叫赖呢 来 一二三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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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赖了 赖了吗 走 再 走 这话出了吧 你俩干啥呢 跟我都玩我室内的 多乖 你觉得张夺怎么样 张夺 物账 如果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的情况下 我来承担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别插话 这么快就想大展拳脚了 公司下一季的推广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想任命你和李总监为AB组组长 各提一个方案 由各部门投票选择最后决定使用哪个方案 我说的就是那事啊 你刚才的口气不是挺大吗 我同意 我觉得张夺上一次表现挺不错的 在推广部建立这种竞争机制 能够有力地推动工作成效 不愧是我蓝色的王牌 有信心 有魄力 张夺 你呢 吴总既然这么信任我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 嗯 老的毛也都伤身体啊 嗯 你喝点奶 你帮我搁那儿吧 没地方放 你说是有奖报名好呢 还是 亲我说红人呢 对啊 哪个更有信力啊 我也考虑过这些问题 但是我感觉 各有各的好处嘛 不 我不能问你 这是我的策划 差点忘了 否则的话有失公准 你这么在意这次的AV数字吗 张夺 你应该在意 你好不容易才得到的高层青睐 这一次是你展示自己的好机会 你知道吗 我肯定要拿出最好的方案 第二呢 我结果会放水平 最重要的一点 我绝不想像人家对手 那就好 既然是比实力 就让我们拿出真实的水平 但你放心 如果你最后胜出 我也会替你高兴的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 你的策划做完呢 差不多了 孔丽那样的 做一算 哦 你觉得孔丽怎么样 实话是什么呀 嗯 人长还可以 略带清旧 嗯 挺细心的 工作呢还认真 平时对我个人啊 照顾还挺好的 是个挺好的一个助手的吧 你对他平静还挺高的 他对你挺照的 哎 你知道吗 孔丽他喜欢你 办公室的人都知道 万女的醉话 从你嘴里边你会特别无聊 你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敢说你不知道 你刚才都说 他对你挺好的 你不知道 说知道和不知道 有什么区别吗 知道就知道 不知道就不知道 你掩饰什么呀 哎呀 你对他有意思 开什么玩笑呢 那你磨磨叽叽在这儿 我很尊重他 平时呢 就像哥哥一样来对待他 有什么过分的吗 你说出来谁信了 知道怎么办 知道你为什么不说呢 你怎么想的呀 哎呀我不知道你话都这么多呢 我要知道你不要把我问死 那你说呀你怎么想的 我什么又怎么想的呀 不管你知不知道再先 反正我先告诉你 孔丽喜欢你 你觉得他怎么样 他喜欢我是他的事 对吧 那你呢 我很尊重他 我在他面前就是个哥哥而已 其他什么都没想过 满意了吧 哥哥 你刚刚的描述可不像是个哥哥的描述 他长得挺清秀的 你有完没完的 咱们是在家 咱们谈一些家里事好不好 或者工作上怎么都行 不是你谈谈孔丽了吗 你谈谈孔丽你说这么多干嘛呀 你很在意啊 没有啊 随便聊聊嘛 你不在意问这么多干嘛呀 是你先提到孔丽 我在随便聊聊的吗 哎你是不是吃醋了 你开玩笑 你从哪里觉得我吃醋啊 啊 因为你问了好多啊 我问了什么呀 我问了什么 快点 快点 快点来不及了 都是你 你为什么把我的闹钟给按了呀 哎 我车钥匙呢 你快给我找找 你 你按电梯去啊 给我找找啊 快 给我找钥匙 主啊 吃我饭怎么来 啊 吃我饭走吧 赶时间 端 我来不及了嘛啊 我给你和你 小董 问没问呢 我回就没事 吃饭吧 吃饭吃饭呢 拜拜 我又给你做 trick 这还小董 lection 是那个吗 我今次看到你 沉稀了 你看到你 什么东西 orry Rick 香蕉子这么小呢 这进口的 你没看见苏丰吗 张姐 挺张时间没卸了 怎么就一个人呢 老伴呢 她今天看她那个白内障去了 有专家门诊今天 我可听说了 那专家门诊呢 可难挂了 从早排到晚呢 告诉你啊 这网上挂号 这挺好 这个网上挂号新生产物啊 对 反正挺好的那网上 是 挺好的 大姐啊 我想问你点事 刚才我听你们俩说 什么网上挂号 对对 这网上可以挂号 这挺方便的 这个网上 哪个医院都行吗 对啊 什么三甲的都可以 你就把那个身份证啊 名字都输进去就行了 挺方便 这样啊 大姐啊 商量点事 那个 孟佳有电脑 那是我儿媳妇的 我也没 没弄能玩呢 你这样 你帮个忙 完了你帮我 那个就是 挂号给马那个挂号 这个吧 我是看我儿子弄一下 你要让我教的话 肯定不行 这个 你找年轻人 他们会 大姨啊 您是想挂号是吧 我想挂号啊 我跟你说啊 我有个朋友在医院 三百元保证你用号 三百块钱不行 三百块钱太贵了 太贵了 这世道三百不贵了 小伙子你听我说啊 刚才呀 这个大姐说呀 网上 网上挂号 网上挂号 这个行 网上挂号 年轻人都会 那得用电脑吧 我有电脑啊 我有电脑那个 我儿媳妇的 我没用过 我也不会整 这大姐吧 她也不会 我跟你说吧 大爷 这网上挂号 我没挂过 但这个电脑啊 我是会使 你看我这收拾完了 我也没什么事了 要不我这么着 我 我去给您收拾收拾电脑 好吧 看看能不能给您 整出个挂个号 小伙子 你可帮我大忙了 这都是小事 那大爷 我帮你拿这个 跟您走吧 那行 行吧 小伙子热心肠 这小伙子 来来来 我帮您了 挺好的 我说你忙忙忙忙忙 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没啥事 你看报纸吧 小伙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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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呀 就是那个电脑 我儿媳儿平时啊 我看他那个 总拿上那个这个 上网啥的 我看看 就这玩意儿呢 你给大爷看看 咋能把话挂上啊 阿姨啊 你这个电脑啊 缺点东西 这 缺啥东西 就是 插在这个口上 有一个小的U盘 有了U盘才能上网 你 你你去问那U盘啥玩意儿啊 就是这么大一个小白铁块 插在这儿 有了他才能上网 上了网才能帮您挂号 我我我我就是 不搭脸的小白玩意儿 对对对 我好像看过了 那啥我上去为你洗午茶 行 你等我一会儿啊 哎呀 您上去吧 怎么了阿姨 小伙子 那个你姓啥呀 你叫啥名啊 阿姨啊 我看您还是不太相信我 那个这样吧 这个电脑 你先拿回去 然后吧 那个咱们有机会再碰上啊 我再帮你上网 再帮你挂号 那个小伙子 不用 我大姨信着你了 下回也不定啥时候碰着你的 就是啊 那给你添麻烦了啊 行 阿姨放心吧 我等你 那韩信啊 好使 你等我一会儿 行 帮我上网我下来啊 阿姨你慢点走啊 我马上下来 阿姨你别着急啊 进 李总监 吴总让我通知你 十五分钟后到会议室开会 好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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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先了 好 好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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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急啊 我今天就带一包啊 好像是 我早上从你所里接过来 就一个包啊 你往大家里了 那怎么办呢 你考虾台里面啊 都怪你 总要是睡着就忘了 我以前有办法啊 要不先给顾忠打个电话 看看能不能推谁 好 大妹子 好 我问点事 就刚才拿纸和香那小伙子 他来没来呀 没有啊 刚才不跟你走了吗 那 那 那你认不认啊呀 不认识啊 今天第一次来呀 怎么了大婶 啥也别说了 你怎么了 怎么了这是 你怎么了大姐 对啊 你們这是怎么了 摔着了 是啊 你爬我走了 没事吧 没事吧 你们去医院呢 又不要上医院了 就是啊 又不要上医院了 他到底怎么了 你搞什么事了 就是有什么事你快说别哭啊 别哭了别哭了 别哭啊 我要你给骗了 就是别着急 骗了 骗了 就是 有个七三里车这些伙子 你们看见没有啊 他说不上了 他个儿挺高的 我让他给骗了我 那不早走了 还能在这儿等你啊 就是啊 骗你什么了 我给我人洗了电脑 让我给你整丢了 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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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一个电脑 上面有个苹果 那个苹果呀 不是让谁给咬了一口 就那个苹果那玩的 让我给你整丢了 你们看看人没有啊 那个电脑啊 我知道我小孙女有一个 跟那个一样的 可贵了一万多呢 赶快报警吧 就是啊 快报警吧 你说多少钱 一万多 一万多块钱呢 就是啊 快报警吧 快报警吧 一万多块钱 干嘛呢 你这么忙得了 你干嘛呀 这一套一套呢 找你忙忙的 老头子 嗯 咱俩快回家吧 快走 回家 这么着急什么的 到底什么的呢 说呀 到底什么的呢 说什么的 老伴儿 老伴儿 为什么过来 你瞅你瞅你 那没能的那样 我把叶童给脑上 我给这个丢了 你个 我信你啥也能了你 你瞅你 你哭什么呀 那丢就丢呗 你瞅你瞅你 你这你啊 叶童回来我咋的汗来说呀 我怎么没法说 那丢就丢了呗 你说你自己哭了呀 对吗 谁谁一年不都丢的东西 反正你也是 不就丢个电脑吗 行的 别傻 那你啥可以整丢的呢 你这早点 早上我上那个 早事 我得听说 有人那个就是网上 可以挂号 我现在咱俩小陀 不有那病吗 我自己着急 我着急给儿子看病 完了电脑我不会骨头 旁边有个小伙子 他说他会整电脑 老板我背着你 把电脑给你拿走了 他说让我上楼里去 我这么跑 我送楼下去 那人跑了 我啥招我找不着呢 老板 丢了 电脑整丢了 跑 跑 那个我也跑 那眼睛是把你植楼上来呢 你这顺手你就拿走了 你说你这脑子 像杨鹏公公给抽过了是 你这一点脑子都没有 我咋整呢 我咋给你读书吧 咋整能惹呢 咋整能惹呢 咋整 没事 我不用怕 待会我跟他那谁 我跟他说 这点事你至于哭吗 你哭不哩 我跟他说那钱 你那个 没弄手 那电脑多钱呢 我听您说的 一万多块钱呢 多多少 一万多块钱 你怎么那么 你怎么那么 你怎么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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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 我跟他去 我跟他说 我想说 咋一その 两个月 你怎么那么 你自己来 看这个月 这个月 听你是什么 好 把这钱取回来 给 给买一个 那包装 不行吧 这个钱咱俩找 找好几年 再攒这些选择 钱 没有方便在那赚 不能让儿女瞧不起 懂不懂 咱们虽然说从农村来 但是咱们 能买起这个东西 给它 电脑还它 能怎么的 别哭了 没事 别 别哭了 你怎么搞的 我 我找了很久 陈诺刚 陈诺刚 你知道吴总 你是我 我不应该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我总不能让大家去这么等着吧 要是这样 我们就只看张总的策划还算了 吴道 我很有信心 我们这个小组能在这次投票中胜出 也能给外面公平挑战的机会 所以 再等等那种言门 吴总 您给我一个小时 我保证在一个小时之内 把所有的资料都准备齐全 您 您去吧 去吧 谢谢吴总 同志 同志 帮我请出印一帮笔钱吧 您这是易地缺款 要收五十块钱手续费 你扣多少钱 扣五十 你别扣我钱呢 这是我们打人家的钱 从你们银行啦 我就是想想求出来 往我有点用 银行有规定 易地缺款扣五十块钱手续费 您是不是取还是不取呢 您要取的话我就帮您取了 换 行 行 不求咋惹 什么 电脑丢了 妈 我所有的测化案全在电脑里面 我 我现在怎么办呢 全公司的人都等着我 等着我拿着电脑回去 我现在货也开不了了 这 月头妈 是妈糊涂 妈对不起你 妈老了 妈给你拯救了 你原谅妈行吗 我知道你电脑挺贵 来 妈给你一万贵钱 你买个新银 那不是电脑费的问题吗 你拿着妈 不要钱 你拿着 妈帮你买个新银行 我真的不要钱 这不是电脑的问题 你这是我的策划 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我一个星期的心血 全在这个电脑里面 现在我怎么回去交差啊 今天还有比赛呢 还要带她出方案 月头妈 妈 妈对不起你 你别争气了啊 妈 这没头大个事 你哭啥呀 热活了 别想那么多啊 她要让她打哪儿 大家都在 妈 对不起啊 妈 我今天 上午可能太着急了 这态度不太好 您别往心里去 不是 妈没事 妈 没事 那个 五种说什么呢 妈 妈来得更加多了 妈 对不起你了 妈 你说这些干啥呀 你不是我妈吗 这算个什么事啊 妈 没事 妈 一同等一出电脑 一个破电脑 一个破电脑 我跟她说 我跟她说去 好 我跟一同等妈说说 那我不说 哎呀 别哭 来 来 来 咱们浇点 之后 太快了 出败和烤肉 从来马上热熟 处理 鸡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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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什么脑衣血 不是脑衣血 脱钢心脏病 心脏病 没什么危险吗 现在还没有脱离 生命危险 大夫 那怎么办呢 现在还得观察 平常他也没有这个病 怎么突然间得心脏病了 平时可能没什么症状 但是情绪突然激动了 环境变化都可能也怕急性发作 怕自己啊 这个 比如说生气啊什么的 这都是因素 妈 妈 老伴 妈 别晃动 不要晃动 别人家属都出去等着吧 要怎么出去 你也得出去 不是 我是他老头 那直系家属可以留下 血 其他家属都出去吧 都出去吧 啊 放心吧 啊 多的 明月啊 就把性格度 不见到阿姨肯定没事 吉言之有天相 我也是那么想的 可是这次 过一我帮她真醒过来 你说以后我怎么面对对月桐呢 哎呀事情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 还在这说呢 你跟李月桐那是假结婚 哪有什么以后面不面对的事啊 是啊 是啊 我怎么不去查一遍 我怎么不去查一遍 是吧 弄下成真 都真巧了 其实这事 也不能怪你 可是 那是我妈呀 我不要 我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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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